其实在坨住的时候 要比一个豪宅 首先要理解一下 豪宅是什么是劏房 其实我们的盆腔 我们婴儿的孕育空间就是这个位置 当我们的孕妇本身 他们的盆腔摆位 或者盆骨有没有错位 这会影响 子宮的體位可能會向前傾向左側向右側 當子宮的位置擺得不漂亮 寶寶在裡面生長的時候 他的空間就有可能受到限制 當子宮擺放一個好的體位 空間沒有限制的時候 他就可以盡可能擴大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漂亮的盆腔 裡面是一個漂亮的子宮體位 寶寶就可以在豪宅裡面孕育成長 如果剛才你說到他歪,會令到嬰兒怎樣 當體位傾向左側 嬰兒的胎位就因為空間狹窄了 他住在劏房裡面,他就沒有位移動 嬰兒的胎位就會屈在一旁 有時候可能會形成胎兒期的脊骨座位 如果我的子宮體位不漂亮 我的胎位也不漂亮 可能有時候會屈成一些 我們就說出生的時候 有些會先天性斜頸 有時候有些可能是變相 他的胎位是長期橫躺的 出生之後,他嬰兒側彎的機會 又會提升了 如果人婦可以定期 在懷孕期當中 每個月都來檢查一次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他有什麼錯位 胎位的時候可以替他擺正 胎位又可以因為子宮體位擺正 繼而調整一下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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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